累積也不用 好 最右手邊 好 靠旁邊 外居 外居 右外居 好 再看我們最左手邊 最左手邊這邊 好 再回到樓間 還是這邊 左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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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邊 右手邊 左手邊 我往後一點點 我電腦會不會弄到 那 時報會不會太直 是不是要歪一點 搖滾區 長在別高 我們叫你 前面的伙伴們 請問一下 你最近心情怎麼樣 最近心情啊 其實就很忙碌 因為今年我剛好二十週年 然後又有這個演唱會 然後現在 等於是每週都在發新 兩週 我現在是兩週 每隔週的週五就會發一首新作品 今年會發到二十五首 所以你看喔 排滿著錄音 然後二十五首歌都有拍MV 所以錄音、MV、四庄 錄音、MV、四庄 然後現在四月又有歌唱比賽 對 然後當然因為我本來還有另外的身份嘛 我在索尼音樂現在也是顧問 所以 還要等於要上班 對 然後公司還有很多 有公司的藝人 對 現在下禮拜是 這個 畢書鏡 新歌製作 對 然後還有一些新人的音樂製作 所以 工作是很滿啦 但是就是 我覺得就是 也蠻充實的 那老婆方面 你還有是 比較有心情可以顧著 因為 當然就是說 對我而言 我的時間 雖然我的工作很滿 但是我有一個 我很特殊的一個 Alan就知道了 他這個 就是 要找我的話 只能在這個八點之後 跟六點之前 早上 早上八點 早上八點之前 因為我 我很像公務員 就是 我早上七點就是 準時起床 帶我女兒就是 吃早餐 然後我太太 有時候會做蛋餅 然後弄 弄早餐 然後八點我就是 會帶小朋友去上課 所以我開始工作之後 就是八點之後 然後呢 到 這個日落之後我就休息 所以 我的錄音 我是很少像唱片圈裡面 音樂製作人 晚上不見錄音室 絕對看不到我排班 晚上我也不寫歌 也不開會 對 我這個老闆就知道了 對 所以他約我 晚上就不在 就是家庭時間 所以六日我也不會有工作 所以我很像 音樂圈的上班族 對 所以其他時間 像我昨天就是帶女兒去 騎腳踏車啊 然後晚上就是我們全家去吃飯啊 對啊 所以就是六日也是陪小孩 這樣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 因為有時候 就是可能有的時候 就是可能有的時候 像以前年輕的時候 會覺得喔 事業很重要 然後六日就辦演唱會啊 晚上可能還要敢去 社交 或者去錄音室 可能敢作品啊 什麼的 但是我後來覺得 有了家庭之後 這十年我覺得改變蠻大的 就會覺得 你什麼都有了 但是家庭如果這個 沒有時間陪伴小孩 做過他們成長 這種事情就很可惜 這樣會 對 所以滿滿滿就是 週一到週五的 早上八點到晚上六點 就很滿 對 沒有人可以讓你握力啊 你接下來還要做必須 目前沒有耶 就是 上次他說 欸晚上那個什麼 我有朋友什麼想 簽那新藝人嗎 欸那很厲害 每天他簽新藝人 欸 可是他只有晚上有空 我說他不好意思喔 這個藝人我就無法製作了 就算是禮拜六日的活動 他也是全家都會到場 例如老師演唱會那一天是假日 對 他全家都會到 對 家庭日之一步 那如果是很重要 或很大才的藝人 來找你練的跟老婆一起 因為 對我來說啦 當然就是 這可能要看老婆 老婆如果說這個藝人他很喜歡 像他最近一直在叫我 對 什麼 誰 他就叫我要去 用實名字買票 買金再中 他喜歡東方神奇 然後我就很驚訝 我說 你看你老公就好啦 幹嘛看什麼東方神奇 他說 你們差遠 就是 我在我老婆面前 就是整個被那個 整個就是吃住吃他不行 然後還要幫他花錢買票 太好笑 所以 就是你們現在的相處 還是 一模往 一模往 有什麼 因為 因為最近的事情有一些變化 這倒是沒有 對 我在家裡的地位就是永遠都是最低的 一直都是這樣子 沒有啦 因為對我來講 我覺得就是 你有一個家庭是男人 就是家庭背後女人 要有一個支持你的女人很重要 何況我家有三個女人 對 我的小女兒現在很厲害喔 他們兩個是會在外面案例我的歌 就是他們在學校的時候就會說 欸 爸爸 我今天有這個唱給我們老師聽你的歌 我說唱哪一首 Beautiful Love 因為我最近不是在復刻很多歌嗎 那我家裡我就要一直混音 我要一直聽嘛 然後他們 他們現在每一首歌都會唱 對 這家我有發過的 偏見 我很好騙啊 然後這個 Beautiful 遺失的美好 他們每一首都會唱 那小朋友很恐怖 小朋友是他們走到哪唱 他們在學校每天在唱 然後老師有稍微就詢問我一下 就是最近 好像女兒們還蠻喜歡唱歌的喔 那不要再上課唱就好 三個女兒現在幾歲 三個女兒沒有 我是兩個 花花是看起來很像女兒 花花啦 花花三十 沒有啦 也是女兒對不對 對 沒有差那麼多啦 我們差十二而已喔 好 OK 其實我覺得 現在越來越好了 對 然後我覺得 對我而言 我剛剛有講就是我希望他開心 那我說你也不用急的 就是這個 要很忙碌啊 工作什麼 反正這個 我可以來賺錢養家嗎 對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但是他這次我們紅心智慧的歌唱比賽 他是擔任主持人 對 因為他的 他其實口條跟邏輯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次我們也 其實蠻早就定了 去年那時候 我們在籌備比賽的時候 他就是主持人 然後我有問他說他沒問題啊 所以五月四號開始的 五月的每週六的那個副賽 因為我們不辦四場嘛 對他也都會 主持 五月四號起的每週六嗎 對下午 我們辦在下午這樣 就是剛剛那個 他們在Sakura的那個場地 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這個活動的主持人 對對對 那事件發生之後 你們自己有沒有好好的常態 你們在 其實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聊天 對 所以 當然對我而言 我就是 我希望他能夠更健康 然後 因為這個不管對他自己 身體各方面 是好事這樣子 但是因為他大家知道他本來就是長期 長年他以前也都有跟大家分享 他一開始是因為有點憂鬱症 後來有點恐慌症 所以才會厭食變受到 他那時候前年最瘦是受到28點多 所以他才會 因為太瘦了嘛 因為恐慌症太瘦了 所以 他那時候去看那個身心科醫師的時候 醫師給他的那個 那個建議就是說他一定要趕快調養 不然就是不是心理問題 那時候你就是 身體 因為太瘦會有很多機能 跟一些器官 會有那個 對啊 然後那時候 哇我看他瘦到那個 他跟我 有時候背面 我會說 這是 這是花苞 這是我大女兒還是我老婆 不對 是我老婆 就完全就是小孩 大家看我們全家福 就找不到家長 就是 父母就找不到 找不到母親 對 找不到母親 沒有 每次上類似是Uber 或者是去遊樂園 那可能 台灣的還好 因為大家可能知道 亞慶就知道 那你去什麼 迪士 你去日本東京 就說 You're three daughter OK 然後我就 嗯 然後就要再解釋一遍 我是大人 OK 對 又變這樣 那你有沒有 幫他 買什麼東西 女生 身高嗎 沒有 食股 或是各種股啊 因為他很喜歡就是 我其實反而叫他 借掉一兩樣東西 他很喜歡喝奶茶 我覺得說你要多喝 當然他就是 也有喝水啦 他就很喜歡喝奶茶 最近他每次叫我說 可能我去錄音室回來的時候 他喜歡喝很愛喝的品牌嘛 就叫我經過買一杯買一杯啊 我就故意忘記這樣子 希望他吃點比較健康的東西 他最近有胖了一點嗎 最近有胖了 因為他媽媽有來我們家 就幫忙煮菜這樣子 煮飯這樣 因為媽媽 他媽媽覺得說這樣子可能 這個 自己做的東西會比較 比外面那種外食啦 像我們都 我們這一代都是外食族 就是都是Uber啊 然後可能 沒有那麼健康 對 所以最近吃得還不錯 現在吧 幾包要吃 現在好像 像前進過的31還是32 大概是很瘦 大概是很瘦 我覺得要再胖一點 大概多高啊 他148 149吧 他也不高啦 但是還是過瘦 對 有個BMI值啊 好像是前年的時候 那個厭世的那個 是去年還是前年 前年 前年 對 前年大前年的時候 醫生有建議要 要胖到幾包一起 正常嗎 正常 至少我覺得也要那個 30 37 38吧 那阿正能力 他的厭世症算 已經完全痊癒了嗎 現在嗎 對 其實因為我實話說 因為我真的沒有 我就是 我一直從小就是開朗的 O型 陽光 雙魚座 所以我實話 但我不是不禮貌 對 我後來才 很多朋友告訴我說 憂鬱症 心理疾病 恐慌症 厭世症這些東西 它是真的 你要去陪伴 對 因為我沒有那個經驗 我真的 我是屬於那種 三秒鐘就是 很不開心的事情 要知道嗎 我就幻念思考 沒關係啊 遇到這個 因為這個 踢到這個石頭 也代表我覺得 我可以休息兩天 躺在床上 我是屬於那種 這樣怎麼講 太陽光了一點 你看我寫歌就是 都是那種 對 但我後來覺得不太好 你知道嗎 我現在就希望我能夠 你會有的時候不太好 就當然對自己很好 我就很快能過 可是對身邊的不好 我會覺得 好像沒那麼重要 欸 不要想太多啊 這個沒什麼 對 可是所以我前幾年 早些年有一點點 我就覺得我有一點 忽略這件事情 所以我後來有點 算自責 就覺得 我也跟我老婆有講過這事 我說 有點對不起 就是 因為我不懂 這真的沒經歷 因為從小就是沒有這樣經歷 所以我後來慢慢 我試著去體會跟理解 他跟我說了一些訊息 然後他就心情不好 那我以前可能就是 剛交往嘛 心情不好 OK 那我唱首歌可以聽什麼之類的 或是什麼 帶你去看個電影 但是我後來發現不是這樣子 不是用另外一個 一個戶外活動去改變他的心理狀態 而是你要去聽他現在的 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些對你可能 對我也可能是個小事 可是對他而言 可能就是一個很關鍵的狀態 所以我其實有 因為我太太 我開始比較有更多的同理 細節的同理心 那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 所以像我今年我就 也是 今年也不算付出 應該算是單杯吧 我其實做很多的音樂 跟寫的歌 不知道去年跟洪青智慧合作 我們都做一些公益的事 其實是真的發生內心覺得 應該要更同理 尤其我們就是音樂人 我們可以用音樂去很細膩表達一些 一般人比較難表達的那些細節 那我既然具備這個能力吧 這個創音樂創作能力 那除了寫一些悲傷的故事之外 奇幻音樂冒險音樂之外 其實應該寫一些音樂 去讓很多人可以聽 知道之後他有一些感觸 夜深人靜他可能會有一點治癒他 所以這是我經驗還蠻想要 試著能夠做的一些 所以你說以前 所以你現在後來有去瞭解說 他當時為什麼是碰哪些東西 或是理解他的一些心理上的問題 因為其實後來知道了什麼是 這個身心科之後 我就開始去看 對 因為我老婆會跟我講 他去看病啊 然後去拿藥啊 那當然我就很緊張啊 那時候幾年前 我就趕快上網搜尋這什麼東西啊 因為可能以前是身邊的朋友 你可能 當然你就不會那麼關心人家 可是身邊太太有生病的時候 你就很擔心嘛 所以幾年我就開始不斷的搜尋 所以我現在 現在整個了解下來 我覺得 我就能夠更能夠體會 所以 當然 對我來說啦 我本來就是 比較 我覺得男生 可能就是一肩扛吧 所以那時候大家問我 我說 我真的沒有什麼太多想法 但是反正 包括是我太太 我就 我是男 我是她丈夫 我就是一起承擔 我來扛 扛下 不管工作上 帶更多帶小孩的一些 日常的一些接送啊 但我覺得也蠻好的啊 就是 像我這一年 接送小孩到那個 校長還有家長 連門口的 那個守衛啊 看到 她都不用喔 欸 因為我就騎 有時候騎著電車嘛 電車過去 她直接叫我女兒就出來了 欸 哈囉 Dolly 對 就已經 就看到我就已經認出來這樣 就知道我小孩子誰 我現在還蠻厲害的這樣 其實也蠻開心的 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成就感 她有跟你表達什麼 她的心理想法 在這件事情上 她就很擔心說 會不會影響我一些 可能是工作啊 或者我說不用擔心啊 我覺得 就算有影響 那就影響了又怎麼樣嘛 工作啊 工作難道比你的健康更重要嗎 我覺得就無所謂啊 如果真的大家會因為 這個事情然後不聽我的歌 那我也沒辦法 因為我不能控制大家的 大家的欲望 但不過我覺得 從這次的比賽看下 應該是 應該是大家 她不會受這個影響 因為 我覺得啦 認識我人就認識我 然後也認識我們夫妻的 像Alan也認識我太太嗎 其實 Alan跟我太太反而 還更早就是 他們就是工作趴們 對 因為以前 Alan就是發 比如說有業配啊 廣告代言啊 活動啊 所以我太太反而就是一個 是怎麼樣的人 大家很清楚 她反而就是很敬業 然後很負責 不管帶小孩 我以前 我那時候忙的時候 哇一個月可能 十幾天可能都在巡迴 那她就一肩扛一打二啊 她也沒有在 也沒有在很累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吧 對 那所以對我而言 我覺得現在就是 換我多做一點而已 對 讓她休息一下 對腦袋這次的事情 因為你不知道 不會有點自責或不開心 你說自責 我覺得一定會有 因為對我來說 我會希望她是快樂跟健康 但她如果心中有一些 自己承擔的東西 那我跟她講 以後你遇到什麼事情 或心中有不開心 對 你就直接跟我講 甚至把我當 有些東西可能是壓力 她不能對外講的 也是心理的 那你就來 你可以來打我發洩啊 揍我啊 對啊 這樣出氣包啊 我可以做那個野蠻不倒翁啊 讓她揍嘛 是不是老公就應該做這種事情嗎 對不對 扛下那個 那種各種大大小小的那種 心理的事情 不能打實體 只能打破我 欸沒有 我發現她好多打實體的 她有時候 突然 我在寫個 然後從中拿個枕頭 那個揍我 說什麼事 你女兒 我女兒怎麼了 她現在把外面弄很亂 我說好 我要去整理房間 對 我們家屬於這個 這麼有情緒 就是 對 然後 有時候 因為這幾天 這陣子她媽媽都有來 然後她媽媽在旁邊看著 就是 就是看人家偷偷笑我這樣 哼 啥事情 罵死愛 沒有 她就滿開心的 沒有啦 我覺得其實 你只要能夠發洩出來 其實都是好的事情 最怕就是 就是 往心裡面 太悶啦 那她可能就是說 可能 會覺得我工作很忙 不要造成我太多的 我說你不要這樣想 因為 你越覺得我很忙 那我就會 更忙 因為就沒事 所以我覺得 我們也是慢慢也有學習 的確是有 互相在學習 那她有沒有 就是事後 有沒有跟你們做一些承諾 就是 我覺得不用做什麼承諾啦 因為我們都 十年是老夫老妻 也算了啦 十年也是老夫老妻 其實互相都能夠 其實我們是非常非常信任彼此 也很了解彼此 對啊 我覺得我現在做就是 好好把我該做的事情做好 對 因為她也不希望影響我的 任何的工作 因為她一直希望我好好的 把我的角色做好 但她每次就是 前家長會的時候 比如說 像上次我們去那個露營 我們去宜蘭吧 就很多同學一起去露營 然後我們在吃午餐的時候 就有情歌外面那種情詩 那種 Nakashi在那邊彈琴 她說 你上去唱歌 我說為什麼要上去唱歌 她們有沒有付我錢 她說 你上去唱歌 你的女兒一定會覺得很開心 然後呢 我就穿了短褲 穿了拖鞋 我上去跟那個說 欸你好 我可以唱首歌嗎 然後那個情勢看著 你是 欸 你是阿靖老師嗎 然後 然後我就唱個月牙灣這樣 然後我女兒就很開心 跑到搖滾區來 所以我太太其實是很希望我 把我該做事情做好 因為她覺得這是對女兒來講 是一個 一個榜樣 然後又 他們會覺得 欸這是她爸爸 欸很驕傲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反而 我反而覺得 更要把 我今年的一些 不管演唱會啊 還有我們 我跟Alan也承諾嘛 青藥新公司 要有這個新的 也不要講突破 更好的表現 好的作品 對 那我就是要更把它做好 對啊 剛剛有講到其實你說 以前不知道你很樂觀 那其實後來 老婆跟你 你說老婆都會跟你聊天嘛 她有沒有跟你講過說 她其實中 中自己沒有 釋放出一些求救的訊息 你不知道 其實因為喔 我覺得 以前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去接觸 類似這樣有心 身心 你說疾病也好 會有一個狀況 但是 其實我太太的 IG跟臉書 她有一個 有一個系列 叫花的成長史 她其實在裡面 就是一直釋放 她講很多故事 都是很長篇 你們大概去看一下 她裡面講的就是 她從小到大 因為小時候她父母 其實就是離異啦 父母離異 所以不是一個很 講白 就是不是一個很快樂的 一個童年 從小很小的時候 所以我那時候 在更新很多消息的時候 我也是看她的IG 我是追蹤她 看她八文這樣 但是這一塊 實話說我就 不知道怎麼問 因為她寫的 其實已經很清 很白了 然後她 我的感覺就是說 她用文章 分享自己的過往 也是一個 跟過去的和解嘛 那我也是這樣子 可是 近期 就是慢慢的 我就發現 欸 我又不是她的IG追蹤 follower 我又不是粉絲 我是她老公欸 我怎麼可以 只像粉絲一樣 按讚跟留言 加油喔 耐得了 後來我其實有一天 我就突然發現 我不能這樣做 然後我就有跟她去試著聊 但是 聊的過程裡面 你也不能突然去 欸 那你講一下 你就是 你懂的意思嗎 所以我說這個過程 我發現之後 可是是很慢 很慢的在這一塊的 改變 然後她後來就慢慢跟我分享 她其實很想要去 因為她童年的不快樂 可是她希望能夠透過她的一些 慢慢的自我 站起來的這些過程 也去影響同樣是病友 或者心裡有疾病 不管是恐慌症 憂鬱症 或者從小可能有一些傷害的朋友 所以 最好笑是我那時候 剛開始跟她交往的時候 我想說 為什麼你的IG是我的十倍多 我才一萬 你為什麼十萬 後來我發現她的不是粉絲 她只是那些同理 同樣在這樣的狀況裡面的女孩子 或者是說有一些 同樣心裡有一些傷害的過程 所以我能理解 我就慢慢比較能夠理解 對 所以 我是蠻開心的 而且她 現在因為在家裡比較閒 她就是 開始也會寫一些文字 然後她跟我說 老公你有沒有什麼音樂啊 就是比較那種 療癒系的歌 然後她想寫歌詞 然後她最近有叫一兩首歌歌詞 我看了我覺得 哇 怎麼寫那麼好 其實 其實我就是很開心的 就是她用 她找到方式去 抒發她這些 可能過往的不快樂 甚至轉成正念 正能量 就是說去影響一些好的 她的一些發現 影響一些身邊的這些 同樣有這樣不快樂的 憂鬱的朋友們 對 其實我覺得是很好 對 我看到她的轉變 跟她的努力啦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給她 多一點的時間 我太太是很棒的人 我非常相信她 她是非常好的太太 對 因為我跟她二十四小的相處 真的是十年 我完全知道她是什麼樣個慶的人 所以希望大家給她一點時間空間 這樣 對啊 我很快見到 對對對 下個月 我補充一個 花花真的是一個很 很暖心的人 然後因為其實 這一次發生事情之後 然後有一天 慶哥突然打電話給我 他說 Alan 我老婆有話要跟你說 然後我想說 什麼事情這樣 然後她就打給我說 她就說 Alan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就是因為 我們其實剛辦一個記者會嘛 然後宣告 這個慶哥的演唱會跟加盟 情況未來 然後過幾天幾天出現新聞 但是我覺得花花這個非常暖心 就是她可能做了一些事情 她自己覺得不對 可是她事後真的很努力的去 你看包括她當朋友 也跟慶哥到 就是在媒體面前跟慶哥說 不好意思 可能影響到她 但是她也想到了 就是說她身邊 可能跟慶哥工作的人 或是說慶哥的新的事業 她其實都有去顧慮到 然後她也很真心誠意的去 去分享 然後去 就是跟我們稍微致意一下 那我覺得這些小細節 其實是她真的是很 很不一樣 她人格特質本身 就是一個很暖心 很棒的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 真的也看到更多 所以我覺得 然後也觀察這個慶哥 跟花花的互動 其實一直真的都是感情人 非常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在 事件中做學習的 然後終於是 遇到事件沒關係 但是就是要成長 對啊 我覺得 這個是很重要的 老師 因為你家裡有三個女人 對 然後兩個女人 對 2加1 最近前陣子交付的事情 嗯 然後花花之後 你會特別 擔心 擔心你兒的一些 我女兒當然因為 對我來說啦 我覺得 從 父母跟家長的角度 看到這樣的新聞 都一定會擔憂嘛 對 那 但是我覺得 不對的事情當然就是不對了 對 那對於女兒當然也會 希望她們更清楚 所以我覺得我跟我太太的想法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 我們不會跟她塑造說 這世界是美好的 甚至有的時候 我最近就想要 我會帶她們看一些那種 也是比如說卡通片 但是可能就比較深誠意 不要讓她覺得都是 一切都是everything 就像公主這樣子 比如我看看天空之城 看看一些 就她裡面還是會有一些 人性的險惡 有壞人 就讓她知道說 世界是有災難的 是有壞人 有些東西是 你沒辦法 沒辦法避免的 對 我覺得要教育她們說 這是真實的 real world 對 在一個她們安全 能夠理解的範圍裡面 讓她們了解 像她們我覺得會比較 早一點能夠保護自己 然後也可以更 懂事吧 應該是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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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辛苦你們了